两天一夜的活力小子天文科学探索营登场 承办单位玉里救护团表示 原住民学生因为文化差异 比较难接受基于主流文化编写的教台 在学习上碰到问题 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文化脉络来思考并解决 因此这个活动特别邀请到松浦国小王邦文主任设计的一系列 结合阿美族的传说故事融入在课程当中 两天一夜的活力小子天文科学探索营 由玉里救护团承办松浦国小协办 救护团说原住民族学生因为文化的差异 而较难接受基于主流文化撰写的教材 却无法用自己的文化脉络来思考并且解决问题 所以活动邀请到了松浦国小主任 来设计一系列的结合阿美族传说故事融合课程 没一 没二 没三 没四 没五 没六 没二 没一 有看到北走齐心对不对 王邦文说阿美族是属于南岛语系的族群 喜欢海洋以及航海 相信他们对生活当中的太阳月亮星星都不陌生 甚至将他们都放入传说故事当中 从自己熟悉的部落智慧出发 在进入自然课程当中 这个长的先往里面压 再压短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就把它固定好 然后这个放进去后 这个再把它固定下去 这个就把它固定 说好了 可以哈 两天一夜的探索营有阿美族天文 布罗的天空 西方天文 世界的天空 认识太阳系 太阳 月亮与地球等等 还有夜间关心活动 丰富松鼓学生 暑期生活 启发学生的多元智能 记者高松霜 玉礼镇采访报道